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重新南开中学高2018级9班的你们的学姐 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是平行班,但我们班的英语成绩一直是平行班中的第一名 甚至有时候会超过实验班 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美若天仙又认真负责的英语老师EBA 英语书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书写工整呢,月娟老师的心情自然就会好 月娟老师心情好了呢,自然就会给你高分了 所以把书写量好相当于就是去抓住月娟老师的心 就是接入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我就来教教大家如何提高英语书写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从以下五点给大家讲解吧 第一点,form是指字母形式上的简化 第二点,spacing是指的间距 第三点,size是指大小 第四点,slating是指字母的倾斜 第五点,alignment是指对列要成一条直线 在form这个板块主要讲解字母的简化 仔细观察A,B,G这三个字母有什么共同点 在红笔标出来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字母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圆 我们暂且将那个语言称为这个字母的man body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A,B,G这三个字母都是由中间的这个圆加上别的附属部分组成 根据这个附属部分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字母分成三类 我把这三个不同类型分别命名为tour,short和hine 顾名思义,tour就是指这个字母占据了四线三格的前面两格 short就是短短的,它只占据四线三格的中间一格 hine是指这个字母在man body的下面有东西吊着 即占据四线三格的后面两格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tour和hine的上下两个部分需要明显地表示出来 要让改卷老师明白你到底写的是什么字母 就好比这两个hard,第二个hard,h看起来就像n,d看起来就像a 这样就会让老师容易产生误判,影响乐卷老师的心情 从而会影响到你的分数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man body的上下两个部分不同的字母应该保持长度一致 保持长度一致呢可以让你的这个单词看起来比较光整 这样整篇文章写下来会给你的券面加分 另外man body的上下两个部分需要保持长度适宜 千万不要被交叉或者重叠 这样会让你的书写看起来很乱 让你的券面大大扣分 接下来讲解第二点spacing 这个主要分为字母的间距和单词与单词之间的间距 一个单词中字母的间隔不易太宽也不易太窄 太宽让整个单词湿了魂是散的 太紧让人视觉上产生不适 这什么鬼东西黑去骂孔的意图谋团 词与词之间的间隔这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每个单词之间可以放下一个字母n 这样的间距就刚刚好啦 关于size的问题就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涉及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需要占据四线三格的上面两格 所以大写字母与小写字母在尺寸上是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字母的倾斜问题呢 向左向右都ok啦 但是不要太花心 slating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一致 向左边倾斜向右边倾斜或者不倾斜都是ok的 但是你不要混合 像脚踏两只船你还有理啦 你这样让强迫症很抓狂欸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倾斜程度不要太斜太斜了 太过于倾斜本来就让书写看起来很乱 其次你想啊 每位同学书写习惯都不同 有左倾有右倾还有不倾的 太过于倾斜 你这是在残害乐卷老师呀 让人弄成斗鸡眼 然后扣你卷面分不成 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最后一点alignment 关于alignment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画直线 因为考试中作文的格式是没有四线三格的 所以我们不妨把四线三格的第三条线 当做考试时候作文给的那条线 每个字母圆圆的main body就在四线三格中的第二格 main body一定要圆圆的这样会比较饱满 然后让字母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成1比1比1的黄金比例 在作业本格式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字母的main body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好啦以上就是关于我要讲述的关于字母书写的五个点 我给大家讲一些学习英语的小技巧吧 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呢很多同学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 有时候呢可以不一定听音乐 你们可以放什么英语的一些听力呀 或者是一些英语美文什么的放在耳边听 这样多听呢对口语或者是听力也会有很大提升 Eva真的是一个超级认真负责任的老师 我相信在Eva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一定会取得一个好成绩哟 Fighting